平时我们都说关心则乱 你看近日里水高速交警 就碰到了这么一位老公 因为担心刚怀孕的妻子开车太累 就主动提出要帮妻子来开车 可是他却忘了 自己压根就没有驾照呀 11月28号上午 J25长生高速龙泉服务区内 民警发现一辆轻型乡市轿车 停在服务区入口处 于是上前询问 这里是车道 你看人进来就是这里 赖某表示 因为知道自己车辆货物 装载不规范 怕被民警处罚 便想停车调整一下 但是当民警要求他出示证件时 男子就支支吾吾起来 你的证件有没有的 好开的 身份证有没有 身份证拿出来 一说要检查证照 赖某就扯开话题 这一反常行为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你是从哪里开的 哪里过来的 松西 松西过来 你们两个患者开的是吧 患者开的了 没有没有没有 患者开 刚才又说没有 没有没有 说错了 刚才过来是谁开的是 我开的 确定一直都你开的 你老公有开过的 就说开过 没开过就没开过 反正这个我们都查得到 等一下过两分钟发过来 如果确实你老公开过的 到时候我说了 你的驾证也可以并处吊销 听民警这么一说 赖某也变得紧张起来 立马改口 承认是自己开的车 开过一下 开过一下 刚才是你开的是吧 那个老婆查出来 高怀人 那你有没有驾驶证呢 我没有 原来赖某的驾驶证 在2018年就被吊销了 俩夫妻这次从福建 松西出发 准备到禁运 平时都是妻子朱某开车 但由于妻子已有 一个多月的身孕 赖某怕妻子辛苦 便在明知自己无证的情况下 替换妻子驾驶 目前赖某因无证驾驶 将面临最高2000元的罚款 以及15日以下拘留 记者王婷婷 编辑报道 感谢观看